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巴尔虎右旗 新巴尔虎右旗呢 算是边境旗之一啊 因为它的北面西面南面三面啊 都是跟蒙古国还有俄罗斯接壤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是咱们国家为数不多的木业旗之一 所以还是保留了很多比较原始的那种牧场 咱们要说的这事发生在2016年1月份 有一对啊 在外地读书的姐妹 1月份放了寒假了 就准备回家 这姐妹俩呢 就是住在牧场 草原呢 一到了冬天 特别的冷 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啊 人是非常容易冻伤的 但是姐妹俩呀 也顾不上天寒地冻的 就想着赶紧回家见见爹妈 这两姐妹刚回家不久 当地的边防派出所可就接到报警电话了 原来呀 这姊妹俩刚一到家就发现不对劲 可把他们给吓坏了 报警的呢 还不是这姊妹俩 是这姊妹俩的舅舅 这姐妹俩呀 到了家之后 喊爹喊妈都没人答应 然后就围着这木点来回的逛 逛了好几圈 也没找到父母 也没找到自己家里边的牛羊 整个木点都空荡荡的 他们家呢 住在一个蒙古包里边 一进入这蒙古包就感觉不太对 因为平时冬天的时候 蒙古包里边肯定得烧火 要不冻的受不了 俩孩子一进屋 怎么这么冷啊 火呢 全灭了 屋子里的水呀 也都给冻上了 这就说明啊 最起码这两天 爹妈是不在家里住的 一开始呢 姐妹俩也没多想 是不是有什么事出去了呀 他们呢 就准备呀 把这蒙古包这火重新烧起来 暖和暖和 当他们找这引火的物品的时候 发现家里边有一件蒙古袍扔在床铺下面了 蒙古袍顾名思义 是蒙古族的民族服饰 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 在蒙古族同胞的心里啊 这蒙古袍很重要啊 都会精心收藏好了 不可能随便往床下边扔 这俩姑娘呢 就准备把这蒙古袍啊 还重新收拾起来 可是就感觉 咱们这袍子这么重啊 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压住了 用力这么一拽 这手指头啊 就碰到了一个冰冷的又软乎乎的物体 打开这么一看 衣服底下居然是一个人 到底这人长什么模样 姊妹俩可没敢看 吓出了一身冷汗呢 过了好一会儿 这才缓过神来 他们的舅舅呢 就在临近的牧场上赶紧就找到了舅舅 舅舅赶过来之后 发现床底下的人呢 早就没气了 因为你怎么推怎么动啊 也不带有反应的 但是他的舅舅也没敢看这人到底是谁 一边呢 安慰俩孩子 别害怕啊 咱们现在就报警 另一边呢 就报了警了 边防派出所的民警 赶到了现场 了解情况的时候 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的刑侦人员也赶到了现场 到现场之后 这么一检查 死者呀 就是这姊妹俩的父亲姓于 于某 尸体的背部 胸部 还有脖子上都有刀伤 在综合来分析 炉子里边的火早就灭了 屋子里边的水也都结冰了 尸体呢 也比较僵硬了 这就说明人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了 死者呀 有着多处的锐气伤 说明遇害的时候应该会大量的出血 但是 警方在这蒙古包里边看了一圈 这蒙古包里非常的干净 陈设呀 别看是普普通通 但是干净整洁 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平时的那种生活气息的 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 据舅舅回忆说呀 姐妹俩到家之后 没看到他们的父亲 也没找到他们的母亲 其实就在姊妹俩回来之前的一天 还给妈妈打过电话呢 在电话里面呢 没感觉妈妈有什么不对劲的 妈妈还挺高兴的说 说到时候啊 去接你们 民警到现场的时候 已经天都黑了 民警啊 冒着雪 把周边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 都没有这女主人的下落 眼下只有平时圈养牲畜的那圈 还没查看呢 民警们呢 仔细搜寻着每一个角落 在圈的最右侧 放了很多的编织袋 把袋子呀 一一的解开这个扣 就看见有一具女性的尸体 民警发现 女死者身上也有多处锐气伤 胸部 背部 脖子都被割坏了 经过辨认 这女性死者正是蒙古包的女主人 两个孩子的母亲 姓思 民警经过调查就了解到 这男性死者于某 其实不是当地人 是外地人 56岁了 在当地呢 也没有亲戚朋友什么的 跟老家的人的联系也不多 社会关系比较简单 女主人思某是当地人 就是当地的牧民 41岁 跟亲人们的关系啊 很融洽 彼此之间呢 也没有矛盾 这思某的亲人们 也都是当地的牧民 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好端端的两口子 却在自己家里边被谋害了 别看 在当地牧场上 那是地广人稀 但是 这种恶性事件 还是迅速传遍了附近的草原 当地大部分的人呢 还是以传统的畜牧业养殖为主 特别是到了冬天 也得以草地为家 得守护自己的这点牲畜 应该说生活还是很不容易的 一般呢 都是一家单独一个蒙古包啊 或者一两个蒙古包在一块 方圆几十里或者方圆几十公里都是无人区 所以说 像这种案件一旦要发生 如果不及时侦破 那么 这就会对大家造成一定的恐慌 再加上 如果过了这个破案的黄金时间 你再想破案就越来越难了 毕竟在草原上 它也不像是在城市里边 满处都是摄像头 都是天网系统 警方呢 首先就开始分析这个现场 甭管是男性死者还是女性死者 身上的锐气伤都是很多的 也就是说 当时他们遇害的时候一定会有着大量的血迹 但是 在蒙古包里也没发现大量的血迹 在牲口的那个圈里边也没有发现大量的血迹 同时这两个地方也没有挣扎搏斗的痕迹 那么 难道说案发现场不是在这儿 而是被害死之后又被转移到这儿了吗 警方继续进行勘察 就发现蒙古包地板呢 有一处啊 有塌陷的痕迹 无缘无故的为什么会往下塌呢 随后在一个角落里面发现了一个拖把 拖把上边是带着血的 这就是说 这里很可能还是案发现场 只不过是被仔细的清理过了 男死者的尸体被拖到了床下 用蒙古袍给盖上了 女死者的身上呢 也遮盖了大量的杂物 一般人不仔细的看 你是看不到这尸体的 在这里完成了杀人 也完成了藏尸 还完成了现场的清理和证据的隐藏 民警认为啊 要想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 至少得需要两个小时 如果再遇到反抗的情况 那么付出的时间还会增加 也从侧面能够反映出来 这起案子的行凶者不仅非常的凶残 还特别的冷静 接下来民警啊 又分析这两名死者 男性受害人身体是特别健壮的 高高大大的 平时得干活啊 尤其是牧民那身体肯定更好啊 这女性死者呢 也是从小在草原上长起来的放牧为生 身体素质那也是顶尖的 这案发地点是在草原深处 陌生人很难会找到这种地方来 据此来分析判断 行凶的很可能是他们的熟人 并且有可能是两人作案 或者两人以上共同作案 顺着这个思路 警方的侦破工作能不能有所突破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死者这两口子都是牧民 身体都很强壮 要想着短时间内把这两口子杀害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再加上现场处理的也非常干净 所以警方就认为啊 这很可能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作案 同时呢 这个地方又很隐蔽 你不是当地人 很难找到这来 所以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在召开案情分析会 在研判案情的过程之中 有一个细节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之前呢 民警在赶往现场的时候 曾经在大路上看到过一辆红色的摩托车 当时民警呢 还下车看了看 因为通常这摩托车不会停到这的 这摩托车呢 链子掉了 轱辘也不转了 这辆摩托车恰好就在通往凶暗现场的半路上 更奇怪的是 在距离摩托车500米之外的地方 民警还找到了被遗弃的塑料桶 驾驶时候用的那种护套 还有望远镜等等物品 现在民警在回想这些物品 极有可能是这车主刻意为之 故意的 如果他真是故意这么做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是普通牧民 摩托车坏了 当时也没法修 他可以扔在路边啊 但不可能把常用的工具给扔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啊 就在民警对这摩托车车主产生浓厚兴趣的时候 决定调查这车主的时候 有一位牧民呢 来了一个电话 这牧民说 我呀 去过现场 当时呢 我是去送请帖 给这女主人送请帖的 当时呢 他不在家 因为啊 我爷爷要过八十大寿 要摆这个喜宴 警方就问呢 那你是什么时候送的请帖呀 就说是一月十号下午三点 来送请帖的时候啊 这位牧民呢 直接就走进了受害人的蒙古包 可是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啊 进去以后 没见到蒙古包的主人 没见着这两口子 却有一个陌生人在那儿 是一男的 那男的呢 始终就在铁床上坐着 一动不动 哎呦 一见这男女主人都不在 这位牧民呢 就问啊 说 四大姐去哪了 这个陌生人就指了指门外啊 说他们山坡上放羊呢 送请帖的人呢 这时候就看见 四大姐好像确实在远处的山坡上 正放羊呢 所以呢 这小伙子也就没多想 随口啊 就问了一句 说你是干什么的呀 哦 我呀 路过的 这小伙子就更不怀疑了 因为在当地啊 牧民非常的淳朴 请过路的人到蒙古包里边 歇歇脚 甚至吃点牛羊肉 这是草原上常有的事 所以呢 这小伙子 把这情帖放到这儿 转身就走了 从这个小伙子反映的情况来看 当时蒙古包的女主人斯某 应该还没有遇害呢 那会不会 是这个年轻小伙子离开之后 说是在这儿歇脚的这个陌生人 杀害了这两口子呢 就在这时候啊 警方对被害人信息的调查 又有了新的发现 发现就在那小伙子送请帖的三个小时之前 当天上午11点46分 这斯某曾经打出去过一个电话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打过电话了 也就是说这个电话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通话 那么跟他通话的是谁呢 是一个姓卢的男子 这个卢某是新巴尔虎又齐口岸镇的一个牧民 随后警方顺藤摸瓜 又调查这个卢某 就发现这卢某啊 跟斯某应该早就认识了 并且长期有比较密切的交往 因为他和女死者斯某之间通话是比较多的 来回发的短信也是比较多的 在当天 斯某给卢某打电话之前 卢某也曾经多次拨打斯某的电话 在结合事件和现场的情况 这蒙古包的男女主人遇害的时间 应该就是在最后通话之后的五六个小时之内 那么这斯某和卢某的通话 是不是和案件有关呢 这个送请帖的牧民遇到的这个陌生人 会不会就是这个卢某呢 要想着弄明白 还是得找到送请帖的牧民 这小伙子过来之后啊 就看这卢某的户籍照啊 一看就认出来了 说没错 当时在蒙古包里的就是他 哎 对了 在送请帖的时候啊 蒙古包的门外边还停着一辆摩托车呢 红色的 你看 这就又跟那辆摩托车给对上了 至此 民警推断 牧民看到的摩托车很可能就是卢某驾驶的 不过呀 在卢某离开的时候 车辆发生了故障 这才把摩托车遗弃在了草原上 遗弃的时候呢 怕被人发现这摩托车是他的 这才把常用的那些物品又都遗落在了稍微远一点的草地上 如此一来 这卢某很可能和凶暗有关 现在必须要找到卢某 但是想找到他呀 非常困难 当时这天气是属于极寒天气 再一个来说啊 这个地点非常特殊 咱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新巴尔虎右旗 是边疆地区 北边挨着俄罗斯 西边连着蒙古国 这案发现场就这蒙古包这 距离两国的国境线 就只有几十公里 离咱们国家最大的陆路口岸满洲里 也就只有三十多公里 所以这卢某如果作案了 他是有潜逃出境的可能性的 要想着潜逃出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 为了尽快地找到卢某 还有卢某可能存在的同伙啊 上级公安机关 还有相邻县的公安局的侦查力量 也都被动员起来了 警方啊第一时间把协查通报就发出去了 附近的牧民呢就都知道这个事了 草原上的牧民呢 这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人影 正朝着中国和蒙古的边境线快速的移动 并且距离边境线是越来越近 边防民警果断的采取措施 靠近这妄图越境的人 民警离这个想越境的人是越来越近 可是这个人的反应却不太对 经过调查 这个人呢 还真不是卢某 也不是卢某的同伙 是谁呢 是住在附近的一位牧民 养的那羊呢 有羊羔失散了 走了跑了 不知道跑哪去了 剩下这一群羊呢 就找这离群的羊羔 这才靠近了边境 牧民就急了眼了呀 你们别跑了呀 跑了我不白养了吗 所以呀 才着急的往边境线那移动 是为了赶他那羊去 何着是虚惊一场 现在警方是越来越急 忙活半天 还是没有收获呀 他们就想 如果这卢某 没有潜逃出境 没有逃到特别远的地方 那么会不会隐藏在哪个蒙古包里 或者是哪个饲养牲畜的那棚圈里面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搜寻会非常的困难 咱们说了地广人稀呀 你要想着 把这么一片大草原的蒙古包 棚圈都在那筛一遍 那不太可能 自然条件又很恶劣 雪下的很大 风也大天也冷 再加上那附近呢 也没有公路 你像咱们一般的这民用车 你要想到现场 你都进不去 晚上气温更是能低到零下四十五六度 嫌疑人呢 留下的证据很少 所以警方们呢 一路就是查找线索 除了这个呢 就是摸牌草原牧场 同时还针对满洲里 辛巴尔虎又齐 海拉尔等地的外出通道 也都梳理了详细的交通服务信息 令人兴奋的线索 这时候终于出现了 什么线索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警方呢 把所有满洲里呀 辛巴尔虎又齐呀 附近的这些地方 所有进出的要道 交通信息 都做了一份详细的整理和搜集 这时候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在案发当天晚上 辛巴尔虎又齐和满洲里市的出租汽车运营公司 都接到过内容相同的求助信息 求助人说出来的打车地点 就是在被遗弃的红色摩托车 不远的一处靠近公路的地方 最终啊 有一位满洲里的司机师傅 接受了求助 在这儿呢 跟您各位说一下 当地的这求助信息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地广人稀 不像是在城市里边 或者说是在咱们这个平原地带 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啊 我们随手招个车就行 那么在当地迷了路了 有了特殊情况怎么办 就给警方打电话 然后警方呢 会联系这些出租车运营方啊 看他们谁愿意接受这求助的信息 那么当天呢 是9点40分左右 这个人给警方打的电话 司机师傅呢 是10点多到的 到了目的地之后啊 师傅看见了一个穿戴很奇怪的人 穿了一个套帽 就跟平时大伙看的影视剧里边抢银行的那差不多啊 就露出俩眼珠子 穿的衣服呢 就是放羊的衣服 司机师傅当时啊 这心里边就嘀咕 这人戴这么个头套 这什么意思啊 啊 可再一琢磨 因为天冷 这牧民呢 出于防风欲寒的需要 戴上套帽 保护这脑袋倒也是能理解的 就这么着也没多想 把这打车的人呢 送到了满洲里 下了车之后 什么情况 就不知道了 下车的地方啊 是满洲里 比较繁华的中心城区 你既然到了这儿了 那就好说了 为什么呀 有监控摄像头了呀 经过一番巡查 终于找到了这个打车人的身影 发现他呀 下车之后 拐了一个弯 又拦了一辆出租车 沿着进城时候走过的路 又出了城 最终消失在了城郊地区 因为出去之后呢 它是一个平房比较多的一个平房区 没装什么监控摄像头 警方呢 接连走访了几家沿街的商店 人家也没装监控 没有监控 小街小巷的又很复杂 所以啊 这打车的人就无影无踪了 这时候啊 众案组成立以来 确立了一个跨区协查机制 这可发挥作用了 就是联系当地的公安机关 通过当地公安机关进行协查 民警就了解到 几年前呢 这卢某曾经在这片平房区租过一个房子 在这住过一段时间 在当地民警帮助之下 警方呢 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房子 这房东一看警察来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民警把情况跟他大致说了一下 房东这才说出来当天晚上的情况 他说呀 那天大半夜的时候 这卢某呢 回来了 当时他显得特别着急 换好了衣服 没说几句话 又出门了 呃 他就跟我说呀 他大哥有病 要去看他 要去看他大哥 民警呢 就来到了卢某住的房间 进行搜查 没有任何的收获 民警就分析 这卢某冒着被发现的危险 连夜回到这儿 等于什么也没干 就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很显然 这一回再离开这里 就是打算长期隐藏下去了 当地警方呢 还给了一个信息 说距离满洲里不远的地方啊 还住着卢某的两个姐姐跟姐夫呢 当时民警也紧张啊 就担心这卢某是不是在他姐姐家呀 会不会伤害他姐姐姐夫啊 警方呢 就想着必须要在卢某到达之前 先赶到他姐姐姐夫那儿 去了之后啊 他的姐姐姐夫都说 没收着他信息呀 他也没过来呀 没有民警这一下才踏实下来 这卢某要想着安全的隐藏下去 他肯定会选一个他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那么会是什么地方呢 警方就想 这卢某离开的时候 很明显是在绕着监控走的 那么会不会他是徒步离开满洲里呢 既然他走着走 咱们呢 也走着走 这一路追踪下来 不光是没有监控摄像头 外边啊 都很少有人居住 哎 走到一个棚户区里边的时候 这民警发现不对劲了 那个棚户区呢 已经不让住人了 准备要拆迁了 但是在一处民房前边 发现房子已经非常破败 门窗都已经拆毁了 但有一个细节引起民警注意了 从外边一看呢 大门是从里边挂着的 大门里呢 居然挂着一个铜锁 我仔细这么一看 这院子里还有人刚刚留下的痕迹 这就说明这个院子里很可能有人 把民警这时候说时吃 那时快 迅速出击 这卢某在没在这儿呢 还真在 他当时啊 就躺在这破房子的废墟里 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民警控制住了 这卢某啊 被控制之后 在审讯过程之中 他就说 1月10号呢 到牧场上 就是想要一个说法 同时从女主人司某那儿借点钱 可是受到冷遇了 这司某对他呢 挨搭不理的 司某当时一看他过来 马上就生气了 就没搭理他 这卢某就说 啊 我这么冰天雪地来看你 你还不搭理我呀 这一句话 更让司某厌烦了 为了远离卢某 司某赶着羊群的 就到了远处的山坡上 卢某一看 我大老远白跑一趟 啊 最后在蒙古包里一通翻找 找的过程之中 发现了一把餐刀 就藏在了身上 然后就在屋子里边烤火 烤火的时候 男主人俞某就回来了 俞某回来之后呢 也没搭理他 卢某一看行啊 都不搭理我啊 这卢某气的呀 这个人呢 心眼小 越想越生气 站起来抽出餐刀 朝着余某可就捅了过去 一下子就把余某给捅死了 随后清理了现场 把屋里的血都擦干了 就等着司某回来 在等司某的过程之中 他以过路人的身份 就骗走了咱们之前提过的那个送请帖的小伙子 到了傍晚 这女主人司某放羊回来朝着彭卷走了过去 这时候啊 卢某上去想跟司某再沟通一下 但又遭到了拒绝 这时候卢某气的不行了 进了棚卷就杀害了司某 随后掩盖了痕迹 开着摩托车逃离现场 听到这儿您可能各位还有点云里雾里的 那这卢某跟女主人司某有什么关系啊 这卢某啊 平时那油嘴滑舌的 擅长甜言蜜语 就跟好多女性啊 通过微信呢 通过手机通过网络呀 就瞎聊 聊来聊去 跟不少女性 就都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 一旦有女网友想跟她断绝来往 她就会以各种方式威逼胁迫 咱俩是不是啊 在网上聊过那些甜言蜜语啊 你要是啊 想着跟我断绝来往 我就把咱们这聊天记录都告诉你家人 我让你抬不起头来 这司某呢 看清了卢某的真面目 多次拒绝他 这恰恰激怒了卢某 而卢某呢 就是一邪不要脸的 就靠着这种关系吧 不光是想着得寸进尺 还总想着能够从这些女性身上捞点钱财 最终啊 卢某也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案子虽然搞破了 但是您各位别忘了 咱最早提的那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一夜之间失去了父母啊 最终啊 在警方的帮助之下啊 大家呢也都对这俩孩子进行了资助 但尽管如此 哪怕生活问题能够解决 上学问题能够解决 父母没了 父母惨死 这样的心理问题 恐怕他们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消化 去尽量的忘记 行了 这个案子就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